最近美国一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通过对中国农业近期状况的调查发现 中国的农业正在崩溃 文章批评当局片面追求工业化发展 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粮食生产体系 使得十多亿中国民众陷入了粮食短缺的危机 从而影响到了全球经济体系 美国大西洋传媒公司旗下财经媒体Quartz 8月23日刊登了姐妹网站The Atlantic发表的评论文章 为什么中国农业正在崩溃 文章分别从中国农业中的耕地面积 土壤污染 粮食生产和化肥污染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 证实中国农业已经处于崩溃状态 文章指出 在1997到2008年之间 中国有6.2%的耕地被工厂及城市蔓延所吞噬 由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 中国人均只有0.22英亩的耕地 不到全球平均水准的一半 是金河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准的四分之一 美国的六分之一 文章认为 造成中国耕种土地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是土地品质的下降 中国土壤污染到底有多严重 中共当局一直将这个问题视为国家机密 虽然在2006年进行过全国土壤污染调查 当局却拒绝公布调查结果 而金河组织的报告发现 中国40%的耕地已经被侵蚀、盐碱化或酸化 近20%被工业废水、污水、农药超标或采矿浸流等污染 而土壤里的有毒元素正在进入食品供应 危害着中国百姓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靠大量使用合成氮肥 这些氮肥造成了土壤中的PH之下降 使土壤酸化降低了生产能力 文章列举了2010年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的一项 对中国耕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 在某些地区 土壤酸化已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了30%到50% 新常人电视 陈汉 张天宇 综合报道 abetesしょ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中原兹